北京时间8月1日,中超联赛第15轮在展赛争夺,这轮比赛的结果,决定半成冠军的归属。 不过,由于上港和恒大的补赛要到9月才进行,这次的中超半成冠军,也留下更多悬念,从现在的基本看,国安、鲁能和上港都有可能,而恒大落后5分的情况下很难去竞争半成冠军。 不过他们在间歇期后的势头最猛,成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,先看一下最新的积分吧,国安29分排名第一,鲁能28分紧随其后,上港27分排名第三,而恒大24分排名第四。 这其中,上港和恒大少赛一场,两队的补赛被安排在9月18日,所以,这就为半成冠军留下了更多悬念。 不过,只要国安或鲁能本轮取胜,半成基本都将超越30分,而恒大即便是在补赛里祭拜上港,半成15轮的积分也只有30分。 无人半成冠军,需要指出的是,之前七个赛季,恒大都是半成冠军,而且都拿到了中超冠军。 半成冠军最终独冠的概率高达100%,在中超历史上,14个赛季里有12个半成冠军独冠,概率也超过85%。 第15轮的比赛中,国安主场对阵华夏,鲁能主场对阵生花,上港的对手是全剑,而恒大客场挑战太大,四支球队都有赢球的希望,但想要圈取三分,也都有一定的难度。 国安只要赢球,就基本可以锁定半成冠军。 当然上港如果击败全剑,又在赌赛里击败恒大的话,那上,港的半成基本会超越国安,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半成冠军,因为比赛延期。 这样的假设,也就没多大意义,鲁能想要拿到半成冠军,必须要击败神花,同时还要看国安与华夏的比赛结果。 有意思的是,鲁能打完神花后,第16轮就将客场挑战国安,那将是名副其实的防守大战,对两队的争冠走势会带来直接影响。 上港在上轮击败人和后,招注金鲁玉组的机会,缩小了分差,少赛一场的他们只落后帮手两分,这轮也有拿到半成冠军的可能,前提是国安输球,鲁能不胜。 而上港击败全剑,横打想要拿到半成冠军,前提补赛击败上港,而国安,鲁能在第15轮都不赢球,横打击分可以追平国安。 双方第一次交锋,2比2平,横打依靠竞胜球优势占据第一,牵制条件也很多。 从现在的局面看,横打连续七年拿到半成冠军的佳人记录可能会被终结,但他们依然是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,只是横打迎来次联合的考验。 对手分别是泰达、福利、亚太和建业,这连续的四个客场,决定横打能否紧咬住前三名的冠冠对手,也是对全新横打的一个考验。 最新的独卦赔率显示,上港云桃,横打缩小差距,国安和鲁能排在第三和第四。 不出意外,冠军会在这四只球队之间产生,谁能在下半成更少犯错,谁就有更大的机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?